好接着我们来讲这本书第八章的第二小节 也就是Deep Dream Deep Dream我们之前曾经看过它的图片 我们先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去看看吧 看了这个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怎么去这本书的出版社免费看一些内容呢 那我们就打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就按下去 那同样的呢因为我查过太多遍了 所以通常前一两个的Google就是我所找的东西 其实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翻译 对岸好像有中文翻译 这边没有中文翻译 所以他这个博客来抓的这本是另外一个日本人写的 那本书写得非常的低阶 那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从头自己手工练制 那实在是有兴趣的再去看吧 假如说你不想什么东西都从头来 就像在Excel假如说很喜欢就是连加总都自己写的话 那你就很适合看那本日本人写的一本深度学习的书 那假如说呢连那么简单的东西都要自己写实在太辛苦了 有一些套件可以用还是用套件吧 那你就看我们这本书吧 好所以你假如找不到这本书呢 就打M-A-N-N-I-N-G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出版社了 那有一些可以免费看的部分 例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第八章了 那我们现在是看到第八之二 所以就是Deep Dream 那我们把它按下去看看 那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之前所讲的时候 我们讲的时候呢曾经讲过那个CNN呢 那有很多人家所训练好的那种大型的模型 大型的CNN的模型 那事实上呢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在做 什么动物的分类啊 动物图片的分类啊 或者是什么交通工具的分类等等 其实CNN的前几层都是在抓一些简单的基本的几何的线条 然后呢到越到后面呢 就会越出现一些具体的图形 那因为呢很多的那种大型的大型的那个网站 大型的有神经网路呢 它都是在ImageNet去训练的 那那个图库呢 有大概200多万张的图片吧 叫我没记错的话 然后呢就是要对1000种的东西分类 而且大部分呢都是动物 都是动物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 那些大型的神经网路呢 训练到最后那几层呢 大概都可以看见一些 很像什么羽毛啊 或者是狗的眼睛啊 猫的耳朵等等这种图案 那假如说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图案呢 然后把它拿过来 然后跟了我们选定的某一张照片呢 来做一下某种程度的一些 一些处理的话 那事实上呢 今天这神经网路呢 可能就会去找看看 所以我们这照片呢 似乎用某个东西呢 其实很像一只狗 或者是呢 很像一只怪兽等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做一些 例如说提督上升的事情 然后呢 使这个特征更明显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呢 就可以在一张图案上呢 就做出一些 一些如梦如幻的一些图片哦 那看起来呢 呃 其实有时候看起来还蛮诡异的啦 好所以呢 就像这张图片一样 这是他书上的一张图片哦 然后呢 这城市呢 大家都知道 应该都可以从这里拿到 不然呢 你就到作者的Github去呢 也都是可以的 那这也就是呢 我非常喜欢用国外的书的原因啦 因为那城市都已经给你了 你几乎呢 就可以开始去读它哦 那比我呢 还要写信息跟作者拿 这样子很麻烦的 好呢 所以像这本书呢 他就说这个草坪呢 是应该是加州 Google附近的一个草坪啊 结果呢 他们就把它呢 做这个Dip Dune的处理哦 结果呢 电脑就觉得说 嗯 这里呢 好像是野兽躲在这个地方 也是有野兽的眼睛啊 那这个云呢 像是呢 呃 也是有一些什么什么 动物的眼睛等等哦 好呢 例如说呢 嗯 他又去做这种面包啊 然后呢 这个面包呢 他就去抓 嗯 那些大型的神经网路呢 你假如说抓比较底层的 也就是说呢 嗯 刚开始呢 那些神经网路还在抓一些 基本的 简单的几何线条的话 那其实看起来呢 就好像就是一些点状的东西啊 等等哦 但是呢 你假如说你去抓 嗯 他们那些大型神经网路 比较后面那几层的话 那事实上呢 就可以看见 哎 好像猴子的眼睛出来了 因为呢 啊 比较后面那几层呢 通常就是会得到一些比较具体的那个图案哦 可能是鸟的耳朵啊 猫的 鸟的羽毛啊 猫的耳朵之类的哦 好所以呢 其实你今天就可以用这个技术 然后看呢 你是要几何线条比较多一点 还是呢 你希望呢 弄出一些啊 比较古怪的动物的样子一点哦 那你就可以去决定呢 到底要不要对啊 这个就是你就可以决定呢 到底呢 要把人家的那种大型神经网路呢 拿比较前面的那几层 还是拿比较后面那几层呢 来做这种Deep Dream 那事实上呢 这个东西在 网路上呢 也真的是很多啦 所以呢 你假如整体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哦 那就发现呢 满坑满谷的这种 不知道是该说恐怖呢 还是非常有创意的这种创作 所以呢 有兴趣的人呢 你就例如说这个图片都按下去哦 然后就会发现 这个什么世贸大楼呢 出现一堆狗的样子啊 然后呢 可能在天空呢都是一些啊什么什么 像是动物的眼睛冲刺的这种东西啊 或者是呢 今天面包沙等等的 竟然出现一堆狗的形状啊 或者是蒙拉里沙 它好像变成一个猪的猪的脸等等哦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去介绍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该怎么去用 该怎么去用哦 那其实呢 这个部分呢 跟我们之前所讲过的那种第五章 也就是呢 在说到底呢 神经网路可以看见什么东西 其实是有点相像的啦 所以呢 我会蛮建议呢 你就是去看一下 例如说我的YouTube的网站哦 那 嗯 好 所以呢 就把它按下去 然后呢 我记得是在 我记得我忘了是在 是在 是在第几个影片哦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那是有一只大象的那支影片哦 大概就是第33部影片哦 那其实呢 第33部影片呢 我们那时候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再很快回忆一下 但是不大可能呢 在把那细节重讲的 所以呢我会蛮建议呢 你要听懂我们这部之前呢 可能先去把这个大象影片看一看哦 好 那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呢 想要去知道说到底CNN呢 它每一层的那个output 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哦 那一个做法呢 这是有点反其道而行的做法啦 那我觉得这做法真的还还蛮聪明的 他说呢 那我们通常都是呢 丢进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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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通常呢 都是丢进一张图片 那一张图片呢 假如这彩色图片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 例如说28x3的 这样子的一个彩色图片 那我们就丢进去一个CNN里面 然后呢 这个模型呢 它就会开始去 从简单的几何线条呢 开始去学学学 然后呢 这小模组呢 会开始续完之后呢 小模组就会集合成大的特征等等 就可能会 漸漸的去辨识出一张图片呢 有没有 狗的尾巴 或帽的耳朵等等 好 这个是呢 一般我们对CNN呢 它的想法是这样子做 我们就丢一张 已知的图片进去 然后让它去学习 去学习认这一张的图片 好 但是呢 我们说在这个大象的这一个 第五张的内容里面 那我们就仿其道而行 也就是说呢 今天既然CNN呢 它每一层都有那么多的outcome 出来 那我们就想说呢 到底呢 是怎样的图片 怎样的图片呢 然后呢 能够死的 死的呢 今天某一层呢 它的那些outcome 能够得到最大的激活 好 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就说 今天呢 其实它是反其道而行的 我们就是呢 假这张图片 然后呢 这图片我们每一个像素呢 都就先丢一堆乱输进去哦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啊 去定一个东西叫做loss 那这loss呢 可能就是啊 CNN里面的某一层的某一个滤镜 那那个滤镜呢 上面就有很多个像素嘛 那可能是那些pixel呢 啊的指向加在除以除以n等等 也就是呢 啊就是那些啊 pixel呢 它的平均值等等哦 那我们就定一个那个函数 叫做损失函数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找一张图片呢 看看呢 能不能使这个损失函数呢 达到最大 所以其实呢 这时候它不应该叫做损失函数啊 因为 因为事实上我们是要用那个 梯度上升的方式去做 而不是用梯度下降的方式去做 反正呢 就是说我们 要看看呢 到底是怎样的图片 能够使了CNN某一层的某一个滤镜呢 它能够得到最大的激活 那什么东西叫做得到最大激活呢 就是说 今天呢 我们就定一个函数出来 然后呢 今天就是要让这个函数的值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那越大的话呢 就代表说 它可能的某些特征呢 就是越显著哦 好所以呢 假如是说 我们今天能够 就是用一个 Iteration的方法去做 然后呢 做到几次之后 然后它停下来之后 那假如说呢 今天这个loss呢 已经大到一个 我们可以接受低部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看呢 那我们找出来的这张图片呢 到底 长成是什么样的图片哦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这样子的图片 可以让 某一些CNN呢 它的output的某些channel 某些通道呢 那就得到最大的激活程度哦 好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那时候做的结果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之前所讲过的程式哦 这样就不用到这个影片里面去搜寻 因为影片里面呢 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 在第几分钟的时候呢 会出现 我现在要让你们看的图案 好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曾经做过说 紧接呢 在那个模型呢 比较 低 低层的地方 也就是呢 比较 前面那几层呢 其实你就会发现呢 这样子的图片呢 能够让 比较 低层的那些 滤镜 就是某一层呢 比较低层的那些滤镜呢 就得到最大激活 所以你会发现说 嗯 其实呢 今天那个 就是比较早期的那些层呢 大概呢 他就是在抓一些 几何的图形哦 例如说有些点点啊 或一些线条啊 然后有些呢 可能是 斜斜的左上右下 或左下右上 然后有些可能是 指的很的等等哦 好但是呢 你假如说越往后面那几层的话呢 那事实上呢 他就会把这些几何线条呢 就把它 把它集合起啊 那可能呢 就会开始去试图找看看呢 嗯 有没有像这样子的特征 也就是说呢 今天你假如看 比较后面那几层的话 那我们就说呢 今天某一个滤镜呢 其实这样子的图片呢 可以使那个滤镜呢 那里面的那些pixel呢 的某些 啊 损失函数呢 就是或者目标函数到最大 那就可以把他想成说 其实这样子的图片呢 能够让某个滤镜呢 得到最大的 最大的学习的结果 好 所以呢就发现呢 嗯 越到后面这几层呢 真的就是好像在抓这些 啊 有点像是羽毛啊 或者是眼睛的一些图案哦 好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讲 5-4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说啊 到底怎样的图片 那可以呢 让某一些成他的channel呢 得到最大的激活程度哦 好 那我们用的呢 事实上就是 T度上升的方式哦 好 那DipGene呢 其实也是同样的做法 也是同样做法了 但是呢 跟之前大概有一些小小的差别了 那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那也就是呢 我们之前在做这个大项的时候 那我们呢是指定 我们要看CNN的某一层的某个滤镜 它呢 丢什么样的图片进去 可以让它达到 对大激活 换句话说呢 我们那时候的loss function呢 都只是针对某一层的某个channel 来写而已哦 但是呢 在DipGene呢 我们就是要对很多层的很多的channel呢 一起去写一个加权的损失函数出来哦 那这是第一个不同 那第二个不同呢 就是说之前呢 在做这大项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从一张乱数给取的一张图片 然后呢 试图去做那个梯度上升哦 那但是呢 我们在DipGene的时候呢 是要给定一张我们选定的图片 然后在这图片上面呢 然后去做梯度的上升哦 所以呢 这个也是第二个不同 那第三个不同呢 就是说因为呢 要让这个做的结果呢 会好一些 就效果好一些的话 所以呢 我们会先从小的图片开始做 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张图片 可能本来是600乘以899个像素哦 但是呢 我们就不要先做那么大 我们就先从比较小的结果 例如说 306乘458的像素 然后呢 这样子先把小的东西做完之后 然后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图片放大 然后呢 再去做梯度上升 然后呢 做到一定可以接受程度之后 再把这图片再放大 那这样子的话呢 在不同的尺度上呢 进行处理 那这样可以呢 让这个 得出来的图片会比较好 总比你一开始呢 就在一张大图片上面去做 那效果会好很多哦 好 所以呢 这事实上就是 啊 我们的Deep Dream呢 跟5.4呢 啊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呢 它都是用梯度上升的方式 然后试图去极大化某个目标函数哦 那那个目标函数呢 极大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想呢 要找一个 啊 影像呢 然后能够使得 啊 在那些层的圈子呢 得到最大的 准备讯 好 那 这个大概就是一些 一些的 啊 前提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呢 这个程式到底要 怎么写哦 好 那他前面呢 告诉我们说呢 其实呢 今天 嗯 大家都知道呢 你 随便可以拿一个 人家已经训练好的神经网路啊 例如说 VGG16 VGG19 Exception 或者NAS50呢 来做这件事情哦 但是呢 嗯 经过他们那些 呃 写程式的工程师 呃 可能经过很多的 很多的事物之后呢 他发现说 其实呢 用Exception 这个model呢 得到效果是最好的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决定用 Inception V3来做 那Inception呢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 基本上他就是 好像很多的小模块 那有些呢 是一乘一 Comblution 有些是三乘三 有些是五乘五 然后呢 不同的小模块呢 先对同一张照片呢 去做 去做 Comblution 然后最后再把它 结合起来哦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想法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了 用Exception V3呢 来做 这件事情哦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先从KRs.application Input Inception V3 然后呢 啊 我们就是呢 要把这个 嗯 Begend 把它给 Input了进来 那因为呢 Begend 呢 有时候他就只有 Tetherflow的写法来写 能够让很多东西呢 写起来之后 比较简洁一点 而且 啊 也可以直接呢 就是在 比较低阶的程式上 来跑 好 所以呢 啊 我们就先 嗯 Input了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里呢 完全没有要去 估计 嗯 今天 神经网路的参数 因为我们都是用人家训练好参数嘛 所以呢 他这里呢 就把所有学习的 一些函数呢 都把它关掉 都把它关掉 以免呢 我们去 啊 触动了 啊 跟训练有关的操作 那就有点麻烦哦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把 Inception V3呢 那点Inception就把它交进来 而且呢 我们就把它原来呢 在 ImageNet呢 所 估计的参数呢 就全部抓下来 那同样的呢 我们也不要它后面 最后面的那些分类器 因为那些分类器呢 就是针对 啊 ImageNet的图片去做 分类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 真正要用的呢 是它 Comblution Base的部分 也就是呢 在分析这图片的几何线条 或者是呢 啊 一些比较大的 比较 比较具体的图像的那些部分 而不是呢 最后呢 针对那 啊 ImageNet的1000张图片 去做分类的那个 分类器的部分 所以呢 假如说你不要分类器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 Include Top 呢 我们就写Fourth 哦 那我们怎么会写Top呢 嗯 因为 我们曾经讲过 神经网路呢 有时候 啊 一般书 你在初学时候呢 那神经网路呢 会横着画 所以呢 就是从左边到右边哦 可是呢 啊 事实上到最后 你在讲到RN的时候呢 那神经网路呢 就习惯就直着画了 就直着画了 那横走呢 就留给那个时间走去用了 那重走呢 其实就是这个神经网路呢 的层数 好 所以呢 Top呢 指的就是后面那几层了 那假如说呢 你不要后面呢 的分类器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include the top 好 那我们就 让它跑一跑 它就会呢 去 嗯 下载这个Instead v3的 模型的 的参数 那假如说呢 你针对它的model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呢 model.summary 叫出来看看哦 那这里面呢 啊 其实还蛮 还蛮 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但是呢 啊 我们之前的 程式曾经有讲过哦 基本上呢 它就是有一堆的 模块 那有些是一乘一的 Comblution 然后呢 Strike等于2 有些呢 是先做一乘一 再做三乘三 Strike等于2 然后呢 有些呢 是先做 啊 Average Pooling 然后再做三乘三 啊 等等哦 那换下说就是很多个 啊 不同 滤镜大小的 Comblution 的集合哦 那这个我们之前 啊 也说过了 而且应该也给大家看过 也给大家看过那个 那个图片了吧 那不然呢啊 我再 啊 我再弄出来看看好了 再给大家看看 好了 所以呢 我这也有一个 啊 PretreeModel 然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啊 Inception V3 它的图形长得怎样 那你就发现哇 这像一个蝗虫一样 那怎么什么都看不清楚 那的确没有错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dip的一个神经网络啊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啊 把它给放大一点 但是放大一点的话呢 啊就很难到上面去 好 所以呢 其实前面呢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啊 CNN的部分哦 然后呢 就分成啊 把四个小块哦 一个就是一乘一的 convolution 一个呢 是先做一乘一再做三乘三 一个呢 是先做 Average Poole 那另外一个就是先做一乘一再做三乘三再做三乘三再做三乘三 起来之后 然后这整个东西呢 就用好几次用好几次 那中间再做一些变形之后 最后呢 就传到output去哦 那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啊 你只要有兴趣的话就把它model.summary 把它叫出来吧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到底有要去极大化它哪一些层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现在极大化 mix2 mix3 mix4 mix5 然后呢 假如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可以到 这个 图形去你就发现哦 什么东西叫做 mix1 其实就是做了一次这四个模组结合起来之后 第一次就叫做mix0 然后呢 第二次就叫mix1 然后第三次就叫mix2 第四次就叫mix3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这种 它四个模组呢 最后 它结合起来的那一层的output 就把它拿出来用哦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决定了去抓mix2 mix3 mix4 mix4 mix5 然后呢 全中就给它0.2 3跟2 还有1.5 好 那这个作者呢 他说 嗯 你一定要要去 多尝试看看 因为呢 今天我们只是抓这四层来看哦 那假如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可以就 他这个model呢 去抓更后面的那些layer来做 例如说呢 我们有抓mix4 然后呢 我们也有抓mix5 那后面呢 应该还有mix6 然后呢 mix7 等等 然后他就说呢 你一定要自己去玩一下 然后呢 抓不同的层出来 或者是呢 不同的层呢 给他不同权重 那我来看看呢 到底做出来的结果呢 有什么样的不同哦 但是基本上呢 就是说 你只要抓的是比较前面那几层的话 那这样做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几核线条会比较多 但是呢 你只要抓的是后面那几层的话呢 那做出来呢 就是可能会看见狗的幻影 然后猫的幻影就会比较多 大致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呢 我们就给他 这些的权重哦 好我们就开始讲下去吧 好所以呢 首先我们先建一个字典 那这字典呢 是什么呢 那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什么东西 叫做字典呢 字典基本上呢 就是啊 前面呢 有一个key 后面有个value 所以呢 今天我们只要把这字典建好之后 我们在这个字典呢 输入key 他就会呢 会穿后面的values 好所以这字典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 for layer in model layers 也就是说呢 今天这个model呢 所有的layer呢 那我们呢 都把它的layername呢 拿出来当作是一部字典的keys 然后呢 那些layer也就是呢 那些层 事实上呢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value 然后我们就把这整个东西呢 就把它命名叫做layer dict这样的一部字典 那你一定会想说 哇 那这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啊 那很简单啊 我们就来看看呢 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啊 所以你就发现呢 哎 这个真的是一部字典 前面呢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model呢 每一个层 就是所有层它的名称哦 然后后面就是什么呢 后面就是 它的layer的activation 就是它的 它的那些 激活的神经元等等 那事实上呢 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字典 就是一个字典 好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要开始去定义呢 一个loss function 那我们就从呢 0开始哦 所以呢 我们就 k.variable0开始 好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现在事实上呢 就是说 想要去 好像呢 去做一个类似l2none的一件事情 那什么叫l2none呢 事实上呢 就是把 每一个 把一个向量里面呢 那每一个分量呢 就把它平方 然后加总 那看你呢 是不是要除以n等等哦 但是呢 基本上你把 一个向量里面呢 或者是高维的向量里面 每一个分量都把它平方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l2的概念哦 那这个none呢 就是一个类似长度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今天呢 其实平方加总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开根号 然后变成好像是一个 像长度的概念一样 但是呢l2基本上就是 把一个高维的向量 那里面的每个分量呢 都做平方的事情哦 好所以呢 我们看它这边怎么写呢 它说 for layer name in layer contribution 那layer contribution呢 就是我们刚刚 所 捐的这一个字典嘛 那这个字典呢 其实它前面就是 有一些layer name 那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要抓的这几层来做 所以呢 它说今天呢 对那些在layer contribution 里面的东西呢 那我们就把它layer name 就把它拿出来看哦 好 那我们说呢 定义什么东西叫做coefficient 那其实呢就是每一个layer呢 它必须要成的权重 那我们说呢 这个coefficient呢 其实就是layer contribution 这一部字典 因为layer contribution 基本上它是一个字典的形式哦 那字典形式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前面就写 一个keys后面有个value 中间用个冒号 然后呢 就用大括号把它刮起来哦 好所以呢 这个字典呢 你只要写前面的前面的keys呢 它就会回传后面的value哦 好所以呢 我们说今天呢 对于在layer contribution这部字典里面呢 那我们呢 就把他前面的keys呢 就把它给放进来 所以呢 你看这边layer contribution 然后一个中括号 嗯 layer name的话 那事实上呢 它就会回传什么 它就会回传呢 每一个keys 它后面的这个value哦 那这个value呢 不就是我们要的coefficient吗 我们要的参数嘛 我们要参数哦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把参数呢 给抓出来了 好 然后呢 它说呢 在layer dict 就是layer dictionary additionary呢 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见的这部字典 那这部字典呢 所有的keys呢 就是 Inception v3呢 它每一层的名称嘛 然后呢 后面的layer呢 就是它的那个 那一层 那一层的结果 好所以呢 我们就说 今天呢 我们就在这个layer.dict 这部字典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前面的keys 也就是layer name 写下去 那就会回传什么 它就会回传了后面的value 也就是呢 它就会回传了 那个名称的layer 然后呢 layer.output呢 事实上就是 把那个那一层呢 的那个 估计出来的结果呢 全部把它抓融起来 那通常那个东西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attivation 所谓的attivation呢 就是说 可能是某一层 然后所有的神经元呢 那在做这个模型训练的时候 那可能呢 训练到某个阶段呢 那每个神经元呢 的子的output的集合 事实上呢 就是attivation 就是一个激活的概念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 这四层呢 每一层的coefficient 也抓出来了 然后这四层呢 每一层呢 它的那些output 也就是它的那一堆神经元呢 然后每一个数字 也都抓出来了 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 要做什么事情 那基本上呢 我们先看下面这里 我们先看这个loss loss定义 也就是呢 目标函数的定义 然后这个loss呢 加等号 事实上就是loss等于loss 再加上后面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写程式的人呢 都已经很熟悉了 就像呢 今天写程式的人呢 很习惯写x等于x加1 所以呢 这个在数学上看起来 是很诡异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写程式来讲 是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呢 其实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这个数学上的等号 并不是等号 它比较像是assign to 的一个概念 所以当你今天x角等于3 放进来的话呢 那事实上3加1就等于4 所以我们x呢 就assign它等于4 所以x等于x加1呢 就是 事实上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写法 但是呢 这样的写法实在是太痛苦了 因为常常呢 要是这样子写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就写说 x呢 加等号1 那事实上就是x等于x加1的意思 好 所以呢 这个loss呢 加等号后面这东西 其实呢就是loss等于loss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那因为呢 我们抓了4成嘛 所以呢 刚开始loss是等于0 然后呢 我们现在第一层呢 全部它的output抓出来 乘以quefition 再经过一些处理之后 然后呢 那个东西再加 就加上原来的loss 也就是0的结果 那新成立的部分呢 也叫做loss 然后呢 我们再把第二层加上来 那加完之后呢 结果还是叫loss 换句话说这个loss呢 优点就是这4成呢 某些东西一直叠 一直叠 叠上去的结果 好那我们看呢 它到底在加些什么东西 tavition呢 事实上就是 嗯 今天在一个CNN里面呢 那我们刚刚抓出来那些成的那些神经元素 估计出来的子哦 那因为呢 今天CNN呢 丢紧绝一些图片啊 那我们说呢 图片其实它是一个4D的张量 4D的张量 这个很早之前就讲过了 那它呢 第一 编号0的这个走呢 其实就是你有几个sample 有几个sample嘛 然后呢 编号1的走呢 就是你今天这张图片 到底有多高哦 有多高 好 然后呢 编号2的走呢 就是你这张图片呢 到底有多宽 那说穿的呢 其实就是 一张相片 那你只要把每一层拿出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矩阵嘛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数学上呢 所熟悉的 在写矩阵的时候呢 就先写它有几个raw 再写它有几个column 那这个raw呢 就好像是有多高 column就好像有多宽一样 那因为彩色图片呢 那channel呢 其实就是sam 就是rgb的 那个东西 但是呢 今天一项图片呢 丢进cnn的模型之后呢 那事实上最后一个轴呢 它就再也不是rgb的概念了 它就变成是channel的概念了 那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每一层呢 到底是用几个滤镜呢 去扫过它 那实际上呢 得到出来的结果 就会有几个channel 这个应该都是很基本的概念 那假如说呢 你这样子听不懂的话 那没关系 你就从我们这个系列影片 第一部开始看了 那这样听说效果是最好的 哈哈哈哈 所以呢 你看它这边果然呢 是有四个轴 就是d0个轴 然后呢 第1个轴 第2个轴 第3个轴 编号0123 然后呢 这帽号呢 代表说d0个轴呢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了 换句话说呢 所有的sample呢 我们都要把它拿过来做计算 然后呢 第一个轴 你就发现呢 它就写2到2 2帽号-2 那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今天你张图片呢 每一层其实就是一个矩阵 然后呢 你写2 然后帽号-2 那我们说呢 前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的数 后面呢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的数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的数的话呢 就是编号2的列 但是呢 今天开始呢 它都是从0开始嘛 所以呢 你说编号2呢 到底是第几列呢 事实上呢 就是从第三列开始 我们就是从第三列开始呢 然后要做某些事情 然后-2呢 就是说你从后面数过来 然后呢 -2是你第一个不要的数 所以代表说你今天 最后一列跟最后第二列呢 那其实你是不要的 你是不要的 好所以说穿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这个图片里面呢 我们就不要去抓那些边边 我们列数呢 就是说最前面的那两列 跟最后那两列呢 就不要抓 那同样的呢 蓝数也是一样 最左边那两栏 跟最右边那两栏 也不要抓 那这个呢 有可能是要干嘛呢 有可能是说 因为有些图片呢 它的边界真的会长得怪怪的 会长得怪怪的 那既然怪怪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把它抓进来吧 好所以呢 简单来讲 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一张图片呢 你每一层其实就是一个矩阵 那我们就是抓什么 我们就是呢 去掉最上面的两列 去到最下面的两列 去掉最左边的两栏 去掉最右边的两栏 剩下的呢 我们就把它抓过来 这些像素的值呢 我们都要把它抓过来 那同样的呢 所有的channel的值呢 也都要把它抓进来 好所以呢 我们就说 今天一张4D的图片呢 到底哪一些像素的值需要抓 那我们就说呢 所有的channel都要抓下来 每个channel里面呢 我们都是去掉四列 去掉四栏 然后呢 把这些值呢 全部都把它平方 然后把它加总 那这事实上 就是在做L2的概念 就是把所有的分量呢 全部都把它平方 再把它加总 那因为呢 这个加总出来的值呢 可能会很大 所以呢 他就想要去除一个东西 除一个值 然后呢 让这个东西不要一直很大 好 所以他除了这个值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写在上面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那这个东西在写什么 那activation呢 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呢 今天我们抓过来的 这个Inception V3的CNM Base里面的 某些我们要的层 它的估计出来的每一个 就是估计出来的每一层里面 各个神经元的值 好 然后呢 那K.Shape Activation呢 其实在做什么 那你一定搞不清楚 它在做什么 所以呢 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去查看看吧 好 所以K.Shape呢 它告诉你说 哦 我们就是呢 把一个张量它到底呢 有几个维度的那个数字 把它给传回来 把它给传回来 所以呢 嗯 像下面这边 事实上这就是 张量维度是2 所以你只要弄的话 它就会传回2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Shape它是 张量维度是3 所以呢 你只要打 K.Shape的话 那它就会传回3 这个数字哦 好所以呢 事实上就是把一个 Tensor呢 它的那个维度 它的维度的那个 它的个数 就是维度 到底是用几个数 来表示出来 就是把它传回来 好所以呢 像我们这个相片呢 都是4个维度 所以呢 K.ShapeAltivation 其实就是4 好 但是呢 那些数字呢 啊 我们要做什么呢 然后又跑出一个 K.Cast 那你也不晓得呢 什么东西叫做K.Cast 所以呢 我再去查看看吧 那K.Cast 它说哦 其实呢 就是把Tensor呢 从某个type 转换成另外一个type 那因为呢 本来这些像素呢 它每一个 本来这些像素呢 本来这些像素呢 它每个像素都是整数啊 那我们呢 在做运算的时候呢 比较喜欢把它变成是浮点 因为呢 有时候可能要做一些厨法 所以呢 有一些小数种是比较方便一点的 好所以呢 我们就把 啊 我们就把 我们在这边 呢 我们就把呢 activation的shape 那里面呢 嗯 的数呢 全部都把它变成是浮点 都变成是浮点的结果 好 然后呢 K.PROD呢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乘法的感觉 好 所以呢 假如说你真的去 查看看的话 它告诉你说 没有错呢 我们就是把一个Tensor里面 所有的值呢 全部乘起来哦 那当然呢 你可以就某个值 就某个轴呢 来乘就好了 但是假如说你没有指定的话 其实就是把这个Tensor里面 所有的数字呢 就把它 乘起来 好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说 嗯 这个东西在干嘛呢 事实上呢 就是把 嗯 一个张量里面的 所有的数字呢 变成浮点之后 再把它全部相乘哦 然后呢 把它放在分母 这个地方哦 好所以呢 你可以想象呢 分子事实上就是 所有的分量平方加总 它的值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但是呢 不用紧张 因为它除的东西呢 就是这些分量呢 然后呢 彼此之间相乘相乘相乘 相乘相乘 所以事实上呢 分母也会越来越大 那就使得Loss的值呢 其实刚开始来 事实上都还蛮小的 都非常非常小 但因为呢 我们要做T度上升嘛 所以呢 我们就是希望呢 这个Loss能够成一个很小的值 然后呢 希望呢 可以由T度上升的概念 然后去找出一张图片 使得Loss的值 会越来越大 那越来越大的意思呢 就代表说 今天呢 在这张图片里面呢 我们挑选出来的那些layer 它的那些神经元呢 就能够很大程度的被激活起来 好 所以这个呢 大概就是 它在定义什么东西叫做损失函数 但是因为这边我们需要用T度上升 所以可能讲成呢 讲成目标函数会比较好一点 那假如说呢 你对这个程式还是觉得 嗯 非常的诡异的话 那就很简单啊 因为这是一个互动式的界面嘛 就把你不懂的东西都叫出来 看看就是了 所以呢 像我们刚刚呢 就叫layer 然后dictionary 你就发现它果然是一部字典 然后呢 它的keys呢 就是这个Inception Visa 每一层的名称 然后它的 它的那个 Values呢 其实就是 这个名称呢 所带的那个层 的那些activation 好 所以呢 下面呢 就是我在 我在把刚刚这个东西呢 再多做 几个比较具体化的东西给你看 那我一直觉得呢 最具体的方法就是呢 你假如看见人家 定义的事情 或定义的回圈 里面有些东西不懂的话 你就把它print出来看看就是啦 所以呢 所以呢 例如说 我们刚刚呢 有定义什么叫coefficient 然后有定义呢 什么叫做activation 那假如不懂的话 就把它print出来哦 所以呢 你看它print出来的时候呢 那因为这是一个回圈嘛 它会先从 我们刚开始抓出来的这四层 然后呢 每一层每一层开始来做 所以第一层呢 的那个权重是0.2 因此呢 我们就叫它印出权重 那果然就是0.2哦 然后activation呢 它就说哦 我们抓出来的那个mix2呢 是上那一层呢 其实 它的shape是什么呢 它shape呢 前面就要看你丢进来的图片是多大了 但是呢 其实它已经有288个channel了 换句话说呢 它就是用了288个滤镜的结果 好 然后呢 假如说你刚刚对那个scaling呢 不是很熟的话 那很简单哦 因为这里面现在太多k点什么东西了 你就把k.shape的A型叫出来看看 你就发现呢 嗯 它果然是一个 shape就是四微张量的东西哦 然后但是呢 里面的那些数呢 本来都是整数 所以呢 我们就外面呢 再加个k.cast 就会把里面的数呢 它全部都变成是浮点的运算哦 然后呢 我们就把一个张量里面的所有的纸 全部乘起来 乘起来之后呢 它当然呢 shhape就变成0了 因为呢 一个存量是没有所谓的张量 维度可言的 好 所以呢 这样子都看懂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吧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 那这些呢 就是你不懂 就把它叫出来看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开始去定义 梯度上升 梯度上升 那我们就说呢 首先我们的input是什么呢 那我们input呢 就是把它叫做dream 方向说呢 我们现在就是丢进一张 我们所要的图片 好 那这个model input 我们就把它叫做 命名叫做dream 好 然后呢 梯度怎么做呢 就是用k.gradient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所以我就不再索引给大家看了 那其实呢 就是 黑马相成呢 里面要装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y 一个就是x 那通常呢 微积分里面呢 我们在做t度的时候 或是在做微分的时候呢 不是就是 就是在做dy dx 这种微分吗 好 所以呢 现在的概念就是呢 我们要被微分的东西 其实就是loss 但是呢 loss呢 它是很多层 然后很多神经元的一个 平均的一个加全的结果 那事实上呢 每一个神经元都可以把它想成呢 就是一个解释变数 所以我们就是要对每个神经元呢 都必须要去做微分 那换句话说 就是对于我们丢进去的 这张图片的所有的格子呢 我们都必须要去 要去做微分 每一个像素 我们都必须要去做微分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其实是一个多元函数的微分 然后y对一堆的x 然后这个x呢 现在呢 摆成的是一个立体的矩阵 也就是一张图片 然后呢 里面的每一个格子 其实都是一个变数 就说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现在要做的T2上升就是呢 我们呢 给定了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我们要去找看看呢 这个图片上面的格子呢 到底它那些像素呢 数字要是多少 才能够使得 那个CNN的Composition Base 的某些层 它的layer 可以被激活程度最大的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y 然后呢 对一张图片的所有的像素 那些格子都做微分 那为什么后面需要0呢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 因为呢 它微分出来的结果呢 那基本上是装在一个 二维的张量里面 但是呢 其实所有的值呢 都在 那个二维张量的 最前面的就是 事实上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一个二维的张量 但是所有的值呢 都是装在变号0的那个格子 所以呢 我们就写个0 然后把它给拿出来 那事实上呢 这就是一个梯度 一个梯度 好 那这个梯度呢 我们当时候在做那个大象的时候呢 这个作者说 有一个很不错的trick 就是呢 你这个梯度呢 最好把它做一下标准化 那在我们做那个大象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梯度呢 那每一个分量都除以 都除以那个 这一个梯度 它的浓 它的长度 那这边呢 其实用一个 同样的概念 但是并不是用L2的概念 所以它说呢 今天梯度里面呢 每一个分量呢 我们都把它取绝对值 然后呢 再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加总起来 有点像是L1弄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 这个像这个梯度 现在里面呢 所有的数 然后呢 都把它取绝对值 再加总 然后再加总之后 那做什么事情呢 事实上呢 我们就说 gradient呢 就等于 gradient 除以 后面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又看到一个 除等于的意思 那事实上呢 就跟加等于是一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梯度 就等于原来的梯度 除以 后面的这一项 那后面这一项是什么呢 后面这一项就是呢 你每一个解释变数呢 那你假如说 那个梯度的那些值 加了绝对值之后 然后呢 取min是有值的话 那事实上呢 就取那个值吧 那不然呢 其实呢 就是 就是 有时候某些格子 可能全部都是0 全部都是0 所以呢 你今天总不能 除以0 所以呢 既然我们要防止 被除以0的话 我就给它弄一个很小 很小很小的数下去 好 所以他就说呢 今天每一个解释变数呢 他里面的每一个分量 就除以 他自己的L1Norm的感觉 那假如说呢 他今天L1Norm是0的话 那我们就给他呢 除以一个很小很小的数 就是10的负气次方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做 T度的标准化 那只是呢 现在是用L1的概念来做的 好 那因为呢 我们现在呢 是一个input 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我们希望呢 得到两个output 所以呢 这个东西通常就是要用 K点方形来做啦 那我们现在output呢 就希望呢 可以把T度的向量的结果弄出来 而且呢 这个损失函数呢 现在应该叫做 目标函数的值 也把它弄出来 所以我们output呢 其实是有两项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变成一个input 然后两个output 我们就用K点方形呢 把它给写出来 那写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整个名称呢 秘密叫做BenchLossAndGradium 这有点像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我们在做大象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是我们在做大象的结果啦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那时候呢 也说我们要把某一层的output 叫出来 我们就把它叫做LayerOutput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是只针对某个滤镜来做 所以呢 我们就说所有的sample 所有的高所有的宽 我们都要了 然后呢 我们就是根据某一个滤镜来做 然后把它弄出来之后呢 就取命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叫做损失函数 然后你看它的gradient是什么 就是这个损失函数呢 对 我们要找的那张图片的所有的像素 事实上都是解释变数 叫做微分none 然后这边呢 其实它就是把gradient呢 就把它做标准化 所以呢 它用的是L2的none 所以你看呢 它就是gradient里面 在每个子线平方 然后呢 再取平均 然后再开根号 好所以呢 就是gradient里面的每个数 就除以 刚刚算出来的这个L2none 但是呢 有时候可能 某个格子的子全部都是0 所以呢 它L2none是0 那除以0 就没有定义了嘛 所以还要再加一个很小的数 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呢 今天 input是一张图片 output呢 我们是希望算做loss跟gradient 我们就用一个k.function 把它给包起来 好 所以呢 其实做法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呢 也是丢进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我们希望得到 嗯 每次iteration之后 然后那个梯度的值 还有目标凡数的值 所以呢 我们就一个input 两个output 那我们就用k.function 就把它包起来 整个东西就命名叫做 bench loss and gradient 就是把loss跟gradient 就把它给 狂起来 把它bench 就好像是泥巴的感觉 好 那这里呢 突然写的比5.4呢 还啰嗦一点 那其实啰嗦也还好啦 他现在呢去定义 所以某一个函数呢 叫做 evaluate loss and gradient 其实我觉得 这个好像可以不用 不用再写啦 我们直接呢 在这个bench loss and gradient 就直接把它 在0的位置跟1的位置 要的东西抓出来就好了 但是呢 他这边又定义了一个函数了 叫做 evaluate loss and gradient 所以呢 今天假如我们把一张图片 放进去的话 然后呢 经过上面的这一个 bench loss and gradient 算完之后呢 其他output的就会有两个嘛 一个就是loss 一个叫做gradient 所以他说呢 loss呢 其实就是output的 编号0的位置 然后呢 gradient value呢 就是output的编号1的位置 那这事实上是很正常的啊 因为呢 bench loss and gradient 他本来就会吐出两个东西 一个是编号0 一个是编号1嘛 所以呢 他就把编号0 在loss呢 又把它命名叫做loss value 然后呢 编号1这个grid 又把它叫做gradient value 反正呢 可能就是命名命的好一点 等一下看会看的比较清楚 好所以这个函数呢 最后就会吐出loss value 跟gradient value value了 好那下面呢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做t度上升呢 所以你看他说呢 我们现在定一个函数呢 叫做t度上升 然后呢 我们就把一张图片给丢进来 然后看呢 到底要iterate几次 iterate几次 好那这step呢 就有点像是 我们之前在讲t度下降的学习速率一样 只是我们现在是t度上升 但是t度上升跟t度下降呢 老实说 就是在t度下降里面呢 新的估计参数值就等于 旧的估计参数值 减掉 学习速率乘t度 那在t度上升的时候呢 其实新的估计参数值呢 就等于旧的估计参数值 加上 学习速率乘以t度 也就是这个地方哦 所以呢 t度上升只是把这边改成加 t度下降呢 就把这边写减 如此而已哦 没有什么稀奇的 好所以呢 我们说今天 你假如说你要iterate20次的话 那我们呢 iteration就会把它定成20 所以for i in range 20 事实上i就是从0到19 那终究它还是跑了20次嘛 好所以呢 每次呢 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图片x丢进去 然后经由上面这一个函数的作用 那这个函数会吐出两个东西啊 一个就是呢 现在的目标函数值 一个就是呢 所求出来的t度的值哦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吐出来的东西呢 就把它叫出来哦 好那说呢 假如现在我们的目标函数值呢 是none的话 而不是none的话 而且呢 今天目标函数值已经大于我们 所设的一个门槛 例如说是死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 不然呢 其实这个t度上升呢 它是会一直做 一直做 那试图呢 要让这个目标函数极大化 那它可以做很久很久很久 但是呢 iteration很久 事实上呢 有时候可能效果就 已经没有那么的显著的有改进了嘛 所以呢 通常你就会设一个门槛 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我们在做t度下降的时候 然后你说 今天假如呢 那个损失函数呢 这指已经降到 例如说10的7次方 就停止吧 就可以了 就不要再继续做下去 那实际上是同样概念 只是我们现在是t度上升 所以我们说目标函数的值呢 只要大于某个我们设的门槛的话 那就停下来了 就不要再继续做了 好 那否则呢 就继续做下去吧 那它每做一次呢 就要print 这段话 就是loss value at 现在已经是第几次了 然后呢 同时呢 再做个冒号 再print一个冒号 然后呢 就把我们上面 所算出来的loss value 就把它给弄进来 那其实呢 这个东西就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好 其实呢 就是说希望呢 在每次iteration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说 喔 现在呢 我们的loss value呢 在第0次的iteration 编号点iteration呢 那那个目标函数值是多少 就是希望印给你看 那让你知道说 啊 电脑有在工作 不是就卡在那边 好像一动也不动的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下面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那下面这地方呢 其实还蛮有趣的 他说 今天呢 我们要拿这张图片 等一下我们要拿的是一张大象的图片 是两 是两只大象的图片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这个 大象的图片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非洲象 这两只大象的图片 我们准备在这大象上面呢 给它弄很多的 农床上去 很多的像动物的眼睛的东西上去 那这样图片呢 其实还蛮大的 它是一个600乘以899的一个图片 那到底多大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要去看一张照片多大 那通常这些图片呢 我就是放在一个档案角叫iPi上 然后呢 我们虽然虽然虽然的图片 其实都放在downloads下面 那假如说你有 你有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你就知道呢 我们之前抓的猫跟狗啊 或者是呢 那个 电影影评啊 或者是呢 今天人家预训练的那种 池下那等等 其实我们都放在这边 连温度我们都放在这里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讲大象 就是可视觉化大象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抓大象这张图片 然后呢 这张图片就把它点右键看一下内容 然后再有个详细资料 有发现呢 它的尺寸是899乘以600 那为什么我刚刚讲600乘以899 可是呢 这里却是写899乘以600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时候呢 习惯那 那 Y轴呢 事实上你假如是一个矩阵的话 Y轴就是D0的轴 那D0的轴呢 它的确呢 就是600个ROR 600个ROR 就是600个ROR 然后呢 第二个轴 编号1的轴 也就是编号0的轴是Y轴 编号1的轴是X轴 假如说你是一个矩阵的话 然后呢 今天编号1的轴呢 事实上就是你有几个column 所以呢就是有899的column 那这个是 我们在这个资料分析里面 就拍上了习惯用的 讲的方式 但是呢 今天在这个 再看一下照片的时候 那他习惯了 就看这张照片有多宽 然后再看这张照片呢 有多高 所以他就写899乘以600 所以你看899实际上是宽度 600实际上是高度 但是那讲跟我们刚刚600乘以899是一样的 只是呢 现在Windows里面呢 他是先讲他有多宽 然后呢再讲他有多高 所以呢 这张照片呢 其实他是一个600乘以899 899的图片 他是蛮大的 那假如说呢 你一下子呢 就要在这个照片上面呢 去让他的某些activation 激活到最大 其实是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作者呢 这应该也是工程师 他们研发很久的一个想法了 就像你今天你要去创造出一张很大的图片的话 总是呢 你会先从小图片开始做 然后做到某程度 再把它放大 再把它放大 好 所以他说呢 我们现在决定就是做三次 那最后一次 当然就是原始的大小 600乘以899 但是呢 我们之前呢 先从比较小的地方开始做 那这个呢 到底要小多少呢 那他就说我们就这样子做吧 所以我就先把它的结果讲一下 结果讲一下 他说呢 我们现在先从某一张小的图片开始 然后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中图片 那中图片呢 跟小图片的关系就是 它的列也是原来的1.4倍 然后呢 它的color呢 也是原来的1.4倍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中图片 好 然后呢 再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呢 那就是到了最后 我们原来的尺寸就是大图片 所以呢 再把它1.4乘以1.4吧 那实际上呢 大概就是1.96左右 所以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大图片呢 其实就是最前面的小图片 大概就是 蓝跟宽呢 都是两倍大左右 好 所以他怎么去做呢 那实际上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它的成是怎么写 就是呢 它是600 然后呢 乘以899 所以他就说 我们就先呢 600除以1.4 899除以1.4吧 然后呢 算出来的结果 其实我们就取整数就好了 所以呢 做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428 然后呢 再来就是642 这个是我之前算的 写在纸上面的 因为我的心算的除法 其实是很弱的 乘法比较厉害一点 好 然后呢 你说那还要在小1.4的话怎么做 而且这个作者呢 他当初写程式的时候 就是直接拿原尺寸去除以1.4的平方 因为呢 你今天说除以1.4 除以1.4的平方 除以1.4的三方 这样的话 写一写个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他事实上呢 就是没有拿428去除以1.4 他事实上是直接把600 就除以1.4的平方 然后呢 取整数就好了 所以呢 最小尺寸呢 就是306 然后呢 458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呢 决定先从小尺寸的开始做 然后做完之后呢 再把它变成中尺寸 然后最后呢再变大尺寸 然后他说呢 嗯 现在我们小尺寸呢 做了一次梯度上升 做了梯度上升 做了梯度上升之后 我们要把它变成大尺寸呢 其实我们必须呢 嗯 再把原来的这个图片呢 的某些细节 再把它补进来 那换句话说呢 这个图片呢 从小图片变成大图片的时候 其实某些细节它会遗失 它会遗失 那因为呢 我们不希望呢 那个遗失 是因为梯度上升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而造成的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那个遗失的纸算出来之后 然后呢 把原来这图片呢 看看到底它跟一张图片 假如呢 从那么大变成 比较小尺寸的话 它到底会丢掉什么东西 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尺寸再放大时候呢 他就是看 到底会遗失什么 就把那遗失的东西再把它重新注入 好像就把原来的相片的某些细节呢 那不要因为呢 这个图片从小变大时候丢掉了 就丢掉了 那换句话说呢 当图片从小变大时候呢 我们会把原来的相片的某些细节 就把它给灌进来 那你只要听到这边呢 你一定是听不大懂我在说什么的 我在说什么 所以呢 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那个还蛮重要的 或者呢 假如没有听懂的话呢 保证你等一下不知道 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说呢 这张图片呢本来是600 然后呢乘以899 本来是这样 但是呢我们也刚刚也讲过了 我们要先从小图片开始做 所以小图片呢其实就是306 然后呢408 那小图片呢做完低度上升 做到我们满意之后呢 我们就把小图片呢 变成中图片 所以就变成是428 然后呢642642 好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说假设呢 我们也把一张图片 本来是600 乘以899 我们先把它变小 变成306乘408 然后呢再把它放大 变成428 642 那这样的话呢 跟我们直接把这张图片呢 从600 899 然后呢直接把它resize 变成428 642 那我们说呢 这两个428 642 到底会不会一样呢 这到底会不会一样啊 也就是说每一个像素的值 到底会不会一样 答案是不会一样 不会一样 因为呢你一张相片呢 在旅size的过程中 尤其你把它变小 然后再把它放大呢 有一些讯息就会 漏失掉 就会漏失掉 跟呢你直接把一张相片呢 直接从大变成中 也就是我们现在呢 是把一张相片呢 从大变成小 小再变成中 跟你把一张照片呢 从大直接变成中 事实上呢 他不会每一个像素的值 会多多相同 这是不会的 因为呢 你那个图片呢 在resize的过程中 可能会丢失某些的资讯 好所以这就是 刚刚他所说的啦 我们呢 其实就把这绿色部分呢 就把它写成呢 他事实上是直接 从大图片变中图片 我们就把它写成Llarge 然后呢 这个黑色的428642呢 它是从大图片 先变小图片 小图片 再变中图片 我们就把它写成S 所以他说呢 今天这个X呢 跟Llarge呢 会有一些小小的误差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Llarge呢 剪掉small 就把它算出来 那算出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等到我们要把小图片 变成大图片的时候 就换句话说 我们要把这小图片变大图片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Llarge呢 再把它灌进去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希望呢 做出来的图片 可能有点模糊不清 是因为可能我们T度 下降做的不好 应该是说 我们不希望呢 这图片做出来模糊不清 那事实上呢 是因为图片在变小变大的时候 可能能Llarge 某些资讯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就是呢 要把这种本来的图片 变小变大就会Llarge的资讯呢 这种因素把它排除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专注在做 那个T度上升的部分 就可以T度上升呢 做的 尽量的做的好 然后把这些 不是T度上升 所能够处理的因素 就把它排除掉 所以呢 就必须每次小图片变大图片的时候 或变中 小图片变大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把某一些呢 的Llarge把它给 换回去 换回去 因为那并不是 T度上升的问题 而是呢 图片大小在转换的问题 好 那 假如说你没有听懂的话呢 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 那是因为呢 这两个例子呢 等一下看程式的时候都会做到 那也就是说呢 今天假如呢 一张图片本来是600 899 然后呢 你就说好吧 我先把它变成中图片好了 那呢 就把它变成428 然后呢 642 428 642 好 然后呢 我们就说 那一张大图片变成中图片 然后我们再把这张中图片呢 再把它变成大图片 600 899 68899 好 那这样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呢 那它跟原来的 68899 会不会一样呢 那结论也不会一样 也不会一样 那换加说你图片 缩小再放大的过程中 其实它会漏失的一些资讯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资讯 就把它给灌回去 就同样的呢 我们就把原来的这个东西叫做L 然后呢 先把它变小再变大呢 就把它叫X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图片呢 当我们把它变小 再把它变大时候 变大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L-X的部分呢 再把它重新reject进去 也就是说呢 有些细节可能已经忘记了 那时候不要紧了 我们知道原来大图片 变成中图片 应该会缺少什么 那我们就把那缺少部分 就把它灌进去 好 这个就是它所讲的 这种图片的做法 先从小开始做 但是呢图片 从大变小 小再变大过程中 会漏掉某些东西 那个并不是T2上升 所能够处理的 所以呢 那完全就是图片转化的时候 漏失掉的资讯 因此我们就每次在把图片 从大变小 小再变大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就把图片本来就会漏失掉 某些东西就把它换回去 好所以那就说这个东西叫做 Octav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我的直觉反应就是它是8度 音乐上的8度 8度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决定做 如果这样这整件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detail injection 好那假如这也没有听懂的话呢 后面的程式你就真的会看不懂 所以希望大家呢 藉由我刚刚所讲的 你把一张图片变小再变大 其实呢 会跟原来图片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 会有 会有一些差别 或者是你把一张图片变小再变中 跟一张图片直接从大变中 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要认为呢 把这个细节再重新灌进去的差距 好那讲到这边呢 竟然也过了一个小时了 所以可能讲太仔细了 其实当初我在讲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到底要讲到很多仔细啊 老实说讲到很仔细呢 我自己也很头痛 因为你可能看得懂 但是要讲出来 让大家懂不是那么的简单 但是我想说哎呀 反正是录一嘛 那录一呢就是网络上的空间 好像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那干脆呢都把它讲详细一点 不然以后呢自己变老的话呢 有时候也都忘记自己年轻的时候 讲过些什么 好吧 所以呢我们剩下几乎还有一半的部分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继续把它完成吧